继美国财政部宣布对多位中国政府 市港工作机构负责人和香港特区官员实施制裁之后 美国政府日前在对香港出国贸易行业出手 要求所有香港制造并出国到美国的货品 将产地来源由香港制造改为中国制造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邓飞 近日接受中心的专访时指出 如今全球经贸往来十分密切 美国的长臂管辖会伤其自身 香港的发展并非取决于美国 只要跟上大中华区的发展步伐 香港的先进依然光明 邓飞认为 美国自诩是自由民主的灯塔 但其实面临着社会撕裂 种族撕裂和阶层撕裂等一系列社会矛盾 政府没有办法很好的应对疫情 社会骚乱等目前期待解决的问题 灯塔的光芒无从体现 却还在用长臂管辖干预其他国家的内政 美国无论制裁也好 或者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也好 广义上都可以叫美国一个所谓的 长臂管辖的其中一个法律原则 这是美国人自己想出来的法律原则 在国际上并没有得到国际法的认可 正因为他觉得自己是灯塔 所以他觉得用自己的国内法来规限你 打击你制裁你也都是合情合理 无论是防疫还是平抑社会骚乱 到今时今日他都没搞定 即是说他的制度都没办法反映出 解决这两个实际问题的一个优势 都反映不了 那我为什么要跟你的一套呢 邓飞强调 美国长臂管辖的结果是损人不利己 冷战时期 美国与苏联几乎没有经贸往来 但现在中美之间有着密切的经贸关系 制裁香港必然也会令美国企业付出代价 美国要是伤害中国 要伤害香港特区 它自己必然也都受到损失 比如在香港 香港的美国商人是得到很大的利益 港美的贸易 美国是盈余的 香港是赤字的 那你伤害香港其实是伤害它自己的 大家揽码一起死 有没有必要这么做 邓飞谈到 二战以来香港从未遭遇过外来制裁 尤其是对于商界和公职人员来说 需要适应的过程 但香港的未来发展前景如何 并非取决于美国 而是要看能否跟上大中华区的发展步伐 香港它本身的繁荣稳定 更加多是取决于整个大中华区的发展 只要是整个大中华区 整个中国 以至整个东南亚 发展都是蓬勃的 稳定的 一路向上 香港 说得逐一点 香港不会没有人走的 香港并不是取决于美国 香港是取决于整个远东的大中华经济圈 到底的发展是怎样 但短期来大家要有一个适应过程